繼上週 台北市長蔣萬安宣布啟動公辦都更7599專案 今天又射出五件 推動都市更新 這是他兌現選舉承諾的一環 透過降門檻 法放寬 速通關 排障礙 加碼辦等 五項行動措施 打造台北安居城市 上個星期也在這邊 我們宣布了7599專案 其實當天記者會之後 我們就得到非常多各界正面的回想以及肯定 我聽說我們業務單位接到了非常多通的電話 有50多通 特別透過7599專線打來詢問 大家也非常的興奮 也紛紛希望能夠知道 我們後續怎麼樣能夠透過我們降低醫院的門檻 加速很多整宅的推動 那當然 我知道我們那天7599推出之後 包括行為整宅 包括廣磁西南的公辦案 其實後來還有一個案子 現在也掛進來 所以我想我們很高興能夠看到這樣的一個成果 台北市我們目前屋林超過30年的建物 佔了72%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比例 我想不只是居住環境舒適的問題 已經是居住安全的課題 所以很多住戶 居民朋友擔心 未來如果發生一次大的地震 我們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積極的希望能夠透過很多的方案 來加速都市更新的推動 今天我們透過都更五件 台北無限 希望五個行動方案能夠加速我們的都更進行的程序 那分別是看到的是公辦降門檻 法辦 民辦 法犯寬 審查 速通關 圍繞 排障礙 電梯加碼辦 等這五項的一個政策 那接下來為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第一件的部分是有關於公辦都跟降門檻的部分 那上禮拜五 3月3號的時候 也在這個地方跟各位記者媒體做一個說明 那主要是針對一般民眾不知道要怎麼都更 他有意願的這個部分 他只要75%的有意願 市政府就會進來協助跟做處理 那幫他去做一些初步的一個試算 初步的試算如果OK的時候 基本上也達到90%的一個門檻 那基本上我們就會請我們的一個住都中心來協助 做後面的一個選屋試算等等 如果滿意的時候後面台北市政府 就會跟中心協助去做一條龍的一個服務 一條龍的服務就是所謂的後續的一個 正式的這個招商或者是 後續的都更的一個程序 到最後的交屋都會由市政府跟中心一起協助 為各位做一個努力 所以這樣的一個公辦都跟的一個 降門檻的方式是主要是針對都更的這個部分 那第二件的部分就是法放寬的這個部分 那目前台北市政府正在修正都市更新條例 那在主要大概有三項的一個利多 那第一個就是有關於這個這個居住 不好意思 有關於製化單元跟事業計畫 未來其實是可以分送或者是並送的方式做處理 那這樣子基本上會減少這個審議的時程 大概六個月的時間 那第二項的利多的部分是有關於 山坡地的危險建築物是可以更新的 在之前的時候因為山坡地其實有危險的一個 有危險的一個方式 只有危老的部分可以做都更 那可是危老的都更 基本上需要百分之百的同意 所以在這一次的時候 我們是比照這個危老的方式去放寬 讓山坡地危險的建築物是可以去做都更的 那所謂危險的建築物就是 內政部定定的那個DI值小於0.35 或者是海沙物的部分都可以適用 那第三項的部分就是把這個商業區的一個 後院深度比做一個放寬 那原本這個後院銷線的部分是0.25的一個概念 就像這張圖的左邊一樣 放寬之後基本上只要後院留設三公尺的方式 就可以處理讓建築室的一個設計更彈性 那這邊補充這三項的一個法犯寬的一個部分 現在正在這個法務局做一個審查 那預計3月底4月初的時候 我們會正式送到議會 那議會審議通過後這三項就會正式的一個執行 那接下來第三件的部分是通關數審查 那這次我們提出來三個一個方向 第一個是都更150的專案 那你只要是這個百分之百的一個同意 基本上沒有爭議 像一般協議核進的案件 基本上我們在150天內 就可以完成到大會的一個審議 就一次通關的速度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是加速都更的一個審議的狀態 那另外在審議的過程中 其實民眾最關心的其實是他的權職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一次去把權辯小組讓他提早進場 我們從原來的五位的一個 這個這個權力變換的一個委員 增加到14位分兩組進行 那這樣的方式提早進場的部分 能夠讓民眾早一點了解 那個權力價值的一個變換 那以便於後續在大會審議的時候 去減少相關的一個爭議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都市設計審議130的一個專案的部分 那130的專案在3月1號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正式實施 那都市設計審議的時候 他把這個前面的這個幹事會 跟專案委員會的部分去做合併 你只要送進去幹事會審查之後 就直接不用修正 直接提到大會做確認 確認完了之後 只要做一次性的一個修正 就可以進入後續的一個核定的一個階段 那接下來是委老牌障礙的部分 委老的部分在台北市在2月底的統計 基本上申請的案件有889件 那已經通過的案件其實是789件 這個是全台之冠的一個數量 所以為了因應再讓委老的審議能夠加速 我們這次建管處提出來4項的一個 免檢討的項目 那第一項就是免耐症評估的一個副審的機制 那第二個部分是免檢討林地的基林地的一個設施 那第三第四的部分是針對 像我們這種聯動式的建築物 它未來其實不需要檢討防空避難室 跟它的一個林地的同意書 那這樣子其實會加速整個 委老的一個審議的一個速度 那接下來其實前面事件的部分 大概都是針對重建的部分 那其實台北的委老其實還有一大部分 其實是整建維護的部分 而整建維護的部分台北市有ABC的套餐 其實最大的部分其實是 很多人申請的部分其實是電梯增設的補助 那因為因應最近的這個物價的上漲 那也希望能夠在一樓有一些誘因 能夠加速這個電梯設置的方式 我們特別把補助的錢從250萬增加到300萬 補助的比例也從50%增加到60% 根據北市府統計 台北市於30年以上 老舊建築高達10萬棟以上 以超過所有建築物的8成以上 為六都平均建築物林最老直轄市 因此市府祭出連串措施 期盼加速度更發展 記者問軍 台北報導 議長 gu.m.天 日穂